是妖怪也没抓住 还碰上一个什么绝世大妖 据说这仆劳虽是龙子 胆子却极小 一受到惊吓 并会吓得大叫 所以被当作红中提梁之上的兽女 可以名声远扬 早知如此 该去吓唬吓唬她 别 那种大妖啊 给一千我都不装 那兴许 它只是路过呢 从古至今 只要是大妖现世 哪怕是路过 也会有异效 谁 有 有刺客 三哥找我 你先回去吧 那春生 死不了 参见王爷 是 仆人在的时候 按我一声三哥便好 是 三哥 三哥 不知深夜找我前来 所谓何事 今日找你来 就是要你最近 千万不要离开长安城 为何 如今大妖一出 城里的捉妖师 全都出城去捉妖 城内 必然会防守不弱 到时妖物 定会趁机作乱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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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olcano 都递到便宜 也不知缘 乱都递到便宜 así 拿刀 不知缘 是啊 有个人 爹 怎么 无论如何 定是有人在指使妖物 杀害皇亲国妻 以及朝中大臣 根据目前的证据 极有可能是 以杀人凤王为首 凤凰门锁 雀坛 我这次找你来 正是让你调查此 逐获凤凰妖 铲除凤凰门 初遥没问题 但此案归大理私 我进不了现场 更别说拿到证据了 明日你就去大理寺报到 大理寺 当差 是的 来 现在满城严传 御史大人鸡驸马 被那什么杀人凤凰给杀了 传得神护其身 好像他们在现场看到杀人士 什么烂牌 贵贵发牌 这局不算了 别不算了 这局我怎么杀 玩玩 在这拍马屁 不算 发财 大人您的钱 辞责乃是正三品 朝廷重臣和富裕 这个案子早晚要交到咱们大理寺来 你说怎么办 大人 不如按照惯例再找个人背黑锅 谁都忍不住 谁都忍不住 哪位是朱大人 行 别看了 哪位是朱大人 在下薛台 是凤三哥之民来的 继续 又是一个关系 去换衣服吧 我安服个配件 正在最后一排左边的房间 快去换吧 房间 谁是三哥 不认识 反正才也惹不起 不过 方才来的这位 我看他天庭宝晚 地恶放院 为人正气过 眼神之中充满着对大理寺的向往和兴起 这绝对是背锅的最佳人选 还有什么贯指啊 红炉寺正好确认 就这么定 是 朱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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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这儿呢 大人 大人 朱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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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 大理寺人凤凰案之人 于今夜虚实到中书令府 如若不去 如若不去 一定要火烧大理寺 太成功了 大人 此案乃是大理寺的重案 寻常人是接触不到的 刑部那些人 费尽心思想把他拿走 都被我拦下来 我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了 为了公平起见 谁要能把此剑拔出 我便可商认他鸿卢斯司政 专门调查此案 是 看我的 好强啊 厉道 还有谁 快点 快点 我也不行 真是没用的家伙 试一下呗 是 是 请请请请 请请请 来 起来 不行 冲写 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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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来 你叫什么名字 大人 属下薛坦 早就听闻你一表人才 年轻有为 大人 我才 今日一看果然是人中龙凤 前途无量 好 此后你将是红炉司司政 专门负责杀人凤凰一案 好 好 大人 好了 闲话少说 我们大理司的荣耀全都看你的了 是 大人 属下均荡全力以赴破除此案 速速去办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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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